全唐诗卷539-58 风雨 李商尹 凄凉宝剑篇 鸡博玉穷年 黄叶仍风雨 青楼自管闲 新枝遭博俗 旧好隔两远 新段新风酒 消愁抖几千 全唐诗卷539-58 风雨 李商尹 凄凉宝剑篇 鸡博玉穷年 黄叶仍风雨 青楼自管闲 新枝遭博俗 旧好隔两远 新段新风酒 消愁抖几千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我虽然胸怀旷国之志 也有郭元镇保健篇那样充满豪情的诗篇 但却不予民主 长期积履在外 虚度华年 黄叶已经衰枯 风雨仍在摧毁 豪门贵族的高楼里 阔人们正在清歌漫舞 演奏着极管凡弦 新娇的朋友遭到世俗的非难 故旧日的老友 又因层层阻隔而疏远无缘 心中想要断绝这苦恼交烦 要用新风美酒来消愁解闷 管他价钱是十千还是八千 李商尹早年受职于牛僧儒党的令狐楚 登晋世纪后又娶了李德玉党王茂元的女儿 牛尼党争激烈 李党失势 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长期执政 排异李商尹 使他成为了党争中的牺牲品 虽然他自己并不愿攀附牛李集团的任何一个 但他却始终不能施展才华 实现政治报复 一生四处漂泊 寂寂幕府 穷愁潦倒 这首诗就是书写他 七酸的生活境遇 新段新风酒 消愁抖几千 这首诗就是书写他